原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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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早安 今天呢想要来分享原子习惯 今天想分享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觉得我最近做了蛮多 我以前一直很想做 但是都没有成功 持续做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 那当我去回想我这半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的时候 发现好像是从 真的是从看了这本书 之后开始有的一些 改变 我觉得原子习惯影响我最大的有 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阅读 第二个是画画 然后第三个是我的英文 实际看完大概是在 去年的十一二月的时候 那我稍微讲一点点这个书里面的 重点 总之他就是在讲说 假设你今天想养成一个习惯 做一点点 然后一天进步一点点 然后你持续做做了一年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达到一个 累积成一个很大的进步 然后里面他当然也写了一些 实际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能必须要写下你的目标啊 或者是你在执行这个习惯的养成的时候 你不能中断 就是你中间不要休息超过两天 或者是你可能要找到自己达成这个习惯的一些正增强 或是一些奖赏啊 或者是你可能要有比较强烈的动机去完成 但是我在真的看完这本书之后 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实际做什么事情 那我看完的时候就说 这本书好好看哦 然后觉得蛮有收获的 可是当下其实好像没有一个很强烈的目标 让我觉得说好 我现在就是一定要做出一个什么大改变 那然后这本书被我记在心里 大概就这样子 既然我在看完之后没有做什么改变 那我是怎么样透过原子习惯增加我看书的速度啊 还有画的东西 还有我的英文能力 我后来回想起来发现是因为有一天 我有一个Instagram好朋友 他丢了一个新月祈愿的连结给我 新月祈愿就是我相信有在看星座人应该知道 那反正就是每个月会有一天 那是那一个月的新月 然后呢在那一天你可以写下你这一个月的愿望 就是实际可以达成的愿望 你写下你的愿望之后呢 一个月之后你再回来回顾说你这个月完成了多少 然后因为我其实蛮有在看星座的 当我看到他丢这个讯息给我之后 就好那我要开始来写我的愿望 所以呢我就打开我的笔记本 开始写了一些我觉得我希望达成的一些事情 然后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 如果我写说比如说每周运动 三天或者要去健身房几次 或者是可能一定要看完几本书 这种目标我绝对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我在新月祈愿的愿望里面 我回去看都是写那种完全就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比如说多喝水啊要记得保养皮肤啊 放轻松啊不要太紧张啊这一类的愿望 然后一开始就这样子 我其实写青月祈愿的第一个月回头看的时候 就有发现我写的东西不知不觉竟然都有达到耶 我记得我第一个月可能是写类似要多看书 然后不要吃宵夜 然后要多多好好照顾自己这一类的 所以从第一个月之后我发现好像有达成之后 我接下去的每一个月我就开始就是会写下 那一个月我想特别想要做的事情跟一些小小的目标 然后都是那些不会让我自己有很大压力的目标 所以后来就持续开始有写新月祈愿每个月的愿望 原子习惯一开始发生它的力量的时候 我觉得是从看书开始 大概也是一样是月初的时候吧 我看到一个YouTube的影片 然后那个影片呢是教说怎么样记录你读书的过程 应该说读书的心得或者是怎么写一些笔记之类的 在它整个就是里面有十个方法里面我发现其中一个 我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就是看一本书 然后看完之后呢写下三个想法 这个东西就有点符合我觉得好像不会太难 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有持续在看书一阵子 我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 从我一开始决定要做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我的Instagram上面好像有蛮多朋友 常常也会po看书看完的心得 所以呢我就邀请了我几个朋友加入我 然后我们就一起开了一个Instagram的帐号 叫3bookideas 然后在那个帐号里面我们就会丢你自己看过的书 然后每一本书就会写下三个想法 今年一月一二月把过年前开始的 然后不知不觉呢 从一开始的就是有点压力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开始丢他看完书的心得 然后大家一起在看的时候 一开始会觉得有点紧张 就是会有点担心说 他看的好快哦 然后我怎么我怎么 我这本都还没看完 但是不知不觉到后来 会从有压力的感觉慢慢转变成说 越来越享受那个读书的过程 到最后就是变成我后来发现我几乎每一天 至少都会看到10分钟或20分钟的书 所以到这一整个半年我已经看了15本书了 那15本书可能对很多喜欢看书的人来讲 不是很多的数目 可是这已经是我从小可能国小看哈利波特那个时期 到现在就是在同样的时间内看最多书的一个时期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 然后我觉得有达到我的目标 第二个神奇的地方是我新培养的习惯呢 是画画 那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但是我一直觉得我画画的频率呀不够多 然后我累积的作品也不够多 然后从看书就是有达到一定的 好像有维持一个习惯之后 我就觉得那我画画是不是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我要来做一个30天的画画挑战 我给自己定的游戏规则是不管画什么主题 通通都可以 但是就是要每天都一定要画一点点 就是一天一定要生一张图出来的意思 反正我就开始做了嘛 那到现在呢其实我已经做到第二轮了 我很开心的是在第一轮的时候的30天 我30天内我只休息了一天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真的是 天呐太了不起了 因为我这30天画出来的画的总共的数量 大概是我过去五年比我过去五年画的还要多吧 一开始真的是超级累 就是常常会可能眼睛都已经要眯起来 或是我可能都已经要睡着了 我还是逼自己硬要爬起来画 就连我去绿岛潜水或者是我去露营 就是至少会从我的那个画画本里面撕个一两张纸 跟就带一个铅笔橡皮擦 就塞在我的包包里带去 因为反正我也没有要画什么了不起的画 我只是要让我自己每天都一定有画一点点就好了 所以画画到现在已经变成也是几乎每天都会想着 好像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画这样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英文 英文我本来就没有很烂啦 我就是属于很会考试的那一种 但是像是我的听跟说 就是完全不行 就是我连上班看到老外 我就是会往后退的那一种 在这一段期间呢 我就是刻意把周围的东西通通都改成英文 就是手机啊平板啊那些基本的设定 通通都是用英文 我开车的时候都是听英文的导航 跟我比如说我任何有想查的啊想看的想学的东西 我都会找英文的影片或者是英文的YouTuber这样子 不知不觉就是把东西通通改成英文之后 前几天晚上下班回家在吃宵夜的时候 一边在看外国YouTuber拍的影片 一边听他的影片都不会觉得很吃力 就可以很轻松的听懂他在说什么 就发现真的是进步了 看完了原子习惯这一本书之后 当然里面提供很多方法 但是除了这本书里面教的东西以外 还有另外三件事情 帮助我就是能够真的达成这些事 那第一个就是心悦祈愿 那心悦祈愿我觉得跟原子习惯搭配到重点就是 心悦祈愿不管你写了什么愿望 你可能会许一些可能你去拜拜 会许的一些愿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心悦祈愿都是要你写下来 所以当你写下来的时候 你对这个目标有一个小小的承诺在 但是你希望这件事情是你想要做到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让我能够成功的原因是 心悦祈愿 第二个是我一开始没有开始做原子习惯这件事情 是我找不到动机 回头去看的时候像我看书 做的那个跟我朋友们一起做的那个Instagram 然后还有我的画画挑战 跟我故意把比如说连导航都换成英文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有点像是游戏规则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人都喜欢玩游戏啊 游戏为什么好玩游戏好玩就是因为游戏是有规则的 假设你今天玩一二三木头人好了 如果一二三木头人没有那个你数到三 你就要定在原地暂停不动的这个规则的话 这个游戏就不好玩了 那换成如果是大人叫我们是成人的话 你在工作老板如果没有给你任何的要求 也没有给你任何目标让你去达到的话 那我们就会觉得做这个工作很没有成就感 就会觉得很没意思啊 就会觉得把你想要做的事情用一个比较游戏的方法 就会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稍微定一个简单但是可以达到不会太难的小小的规则 让我更能够就是持续去做这些事情 第三个呢就是朋友圈 当你发现有一些人跟你有一样的兴趣 大家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可以让你在维持一个习惯的过程当中 能够持续的更久 其实我觉得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公开告诉你周围的人其实蛮好的一件事 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身边的人大概九成都会赞成你要做的事情啊 所以真的是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所以不管是从新月祈愿开始写下一个目标到设定游戏规则 让你执行这个习惯的动机跟你想要达成的那个决心更强 然后一直到因为朋友圈 所以让你这个过程能够持续的更久 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是让我能够达成这些习惯的最重要的原因 那这本书呢真的蛮好看的 推荐还没有看的人去看 然后如果你已经看过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我今天分享的一些方法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然后达成你们也想要完成的目标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 拜拜